啰嗚喔 啰唸 Bedısı週火山風髒 還是來做動畫好了 大家好 我是癖癖 Ärsay 有很多人認為 做一個YouTuber 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因為就是拍片 拍完片上載在youtube 就完成了 事實相並不是你們想像中那麼簡單 其實每個youtuber 拍完片後有很多事情做的 他們又要剪片又要做節目又要配音 每天都要熬夜做片 他們還未睡醒的時候 就會壓著頭皮做新片 會不停地重複 而做動畫的youtuber 要用很多的時間 去想心話題和動畫 做一個動畫都要用四至七天左右 而作曲的youtuber 要用一至三個月左右 因為他們要創造音樂 歌詞和歌曲 所以每個youtuber都很辛苦 而我想做youtuber的原因 是因為我想分享我的作品和生活 但是我並不是你們想像中那麼簡單 因為我只是一個中學生 每天都要做功課 密書 參與或者考試 那這個忙就不要做了 人家做不做關你什麼事呢 這個是我的興趣 就算你做了又怎樣 都沒有人會看這些片 亦都不會有人訂閱你 沒有就沒有了 我盡量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但是你覺得沒有訂閱者 會不會不開心的嗎 看到別人訂閱數 你會不會到的嗎 不會呀 我為什麼要浪費這些時間 想這些無聊的事呢 不如專心做好自己的事 不是更好嗎 youtuber通常都會發生這些事 做了youtuber之後 一定要應付到心理壓力 當然你一定會收到負面的評語 例如 你做得很差呀 或者是 你不要爬啦 那麼差 等等 我都會收到的 但是我不停提醒自己 沒時間想這些了 快點製作下一條影片 不是更好嗎 但是如果有人到你的影片呢 都是盡量做回自己就好 道片這些事都是通常發生的 這些都是沒有辦法的事的 所以盡量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總之你付出了努力 你是做得最好 不用管其他人說些什麼 做回自己就可以了 各位youtuber加油 加油